捷運車廂內滿滿都是人 不過卻有一名男子喝得醉醺醺 左搖又晃 坐在旁邊的黑衣男子 好心的上前詢問 沒想到下一秒 酒醉男子舉起手 朝黑衣男子頭上招呼 周圍乘客全都看傻眼 好心關切卻被巴頭 雙方下車後 早打男子上前直問 酒醉嫌犯還伸出手 做事要攻擊 4月4號 一名酒醉男子搭乘台北捷運時 身體搖搖晃晃 不斷碰觸到旁邊的人 鄰座乘客好心的問他 沒想到卻慘遭巴頭 好心被雷青實在有夠倒霉 警方提醒類似情況 可以避免直接接觸 警方偵訊後 已將酒醉男子依傷害罪 依送整辦 記者吳海漢財報道 警方提醒來 問及將 警方提醒屈 Ads 警方無 Stories 警方提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